乐先生有一辆奔驰E300L轿车是今年2月份买的 花了50多万 他说车子第一次出事故 发生在绍兴柯桥都市阳光小区门口 5月30号晚上7点40多的时候 我从这边往这边过来的时候啊 然后这个车主从这边出来过后 然后撞到我的车 就是这样子的 乐先生提供了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 执行过程中 一辆黑色宝马轿车从路对面的小区开出来 两辆车发生碰撞 乐先生的奔驰车左侧叶子板 车门受损 从当时的视频看 那辆宝马车的右前侧受损 后来嘛 然后的话 他下来在打电话 我以为他是在报交警 结果的话 他是不是报交警 然后的话 有群众跟我说 他说他喝酒了 你快点报交警 乐先生说 等他报完警 宝马车驾驶员不见了 副驾驶座上的乘客也不见了 只剩下车子停在路上 过后的话 警察一直在这边处理 然后处理到11点多钟吧 差不多好几个小时 然后的话 把他拖车拖走了 到现在没有处理 然后我的车也得不到修 乐先生说 后来接到过宝马车乘客的电话 希望协商解决此事 让他自己走保险 根据乐先生提供的号码 记者联系了对方 警方来处理的时候 他人为什么不在现场 他老爸有电视嘛 就是我公公92岁嘛 心上不好有电视机嘛 就陪我公公去了嘛 哦 好 他们说周围有群众说什么喝酒什么的 没有的 是瞎说的 我现场到了 到我也马上就走了 我到娘家去 因为是这样的 我老妈叫谁的呢 我到我娘家去了 家庭说我是下边的 跟我说反正有记录的嘛 你看一看的嘛 他就家庭也看我的 现在我在新家 那你现在这个事情 你就是现在这个修车的费用你愿意承担吗 对方挂断电话后 再拨过去就关机了 记者从绍兴交警科桥中队了解到 事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乐先生做过笔录后反馈 对方涉嫌 人肇事逃逸 后期可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追偿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